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今集介紹一下奧斯集團1161 今天又是失禁無神游離一棍 升幅8.8%,歷史上升,成交量也是價升量漲的情況 其實這隻股票的話,留意一下它的走勢 其實它自從 去年的5月份開始,也是失禁無神游離一棍 就已經開始走出一段上升的波浪型趨勢 每一棍上來又休息一會 每一棍上來又休息一會 如果日線圖不夠清楚,再去到周線圖就更清楚 很明顯是由去年5月份起,就是一失禁無神的一棍,大洋竹 上了一棍後休息一段時間又再上升 為甚麼捕捉這類型的股票呢?有甚麼特徵呢? 首先其實它不離一棍 你去部署它 一來你不知道它究竟哪一棍會上升 可能你坐了課 入了去,可能要短則 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 它都不離那棍 情況,變成要守 第二件事來講 你會看到 在這一棍之前 均線的 排法來講,是股價處於 均線之上 均線貼了一塊的狀態 在均線前 均線前,一定是成交量很小 通常那棍上來的時候,突然開始 發動向上攻擊 莊家,散戶,共同花了不少錢 在那棍上,所以成交量非常多 當日 通常都是伴隨著利好消息 而炒上 我們來講的話 盡量建議 在一棍之後 再次捕捉它 其實是幫大家 省了時間 因為在包棍前 不知道它到底哪一天 會出現一支大洋竹的情況 若然你留意到這種形態特徵 有一個方式可以幫助大家 選擇一個前高位 突破的時候 突破那一刻 在條件預警上提示你 快速研究一下 資訊,看看當日是不是有利好消息的 出現,如果是的話 通常由那棍開始突破起 突破那一刻就開始介入 通常突破位 計算的前低位會作為止蝕的一種做法 好,第二種 第二種就是突破完一棍自由 好像 今天是另一棍 那究竟 現在還未入場的陀仔 應不應該入場呢 還是 再等一等它 回下來 盡量等它回下來 通常這件事的話 也是最多人買入 還有 很多人會被套在高位的 一個原因的 可能明天你見到 又再進去 怎知道那一下就是高位 三次出擊已經會見頂的情況 你見到每一次一棍後 三次出擊踩上頂 很快就沉一沉 就像之前那棍 那周線的時候 1.7 一直沉足你 約8個星期 差不多是兩個月的情況 一路由過7 倒到過1 你想想之前追高的人多麼痛苦 會成蟹貨成兩個月的情況 所以你未入場 不是突破 底部 高位 那些地方入場的話 盡量建議等它回落 再去回日線圖 看看 日線圖看到三次出擊已經見頂 其實水位很快就會 向下沉的機會很快會到 OK 那怎麼找它回落的位置 什麼地方會正呢 你看 你看在之前的那一棍 12月31日 兩個月 三個月前的 三四個月 一棍上來之後 三月出擊即時見頂 其後那些高位 撿的人全部都 基本上你賺都是 很少的 有少少彈少少 你也是很快就不走 就蟹著 一直直至去沉到 你看到沒有之前的列後位 一種方式 通常去到 補回列後位 一種 第二種去回起飛的位置 還有一件事 除了你不會看這件事 我們的 主要吸醜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指標 你會發覺它一直沉到有吸醜之後 才開始 有些站穩的跡象 這件事 之前段是沒有 你可以守這件事的出現 三出擊 由橙色線的 淺藍色線位 寫著調整 一直炒低到反彈 反彈 開始你可以留意一下 你見過它出現反彈之後 它也是打彈 再沉 這個情況 如何去 找個支持位 開一開 暴力加通道 一路持續的 沉下來的話 你會發覺 沉到底的時候 開始回上來的時候 是 哪一下起開始有洋足的變回多 成交量 去到這一下 才是比較明顯的洋足的成交量 是多了起身 其後 當日也是試盤的 繼續震盪了整個星期之後 直到昨天 差不多升穿前高 今天就非常明顯 升穿前高 所以你想穩定一點來講的話 看完這件事 他告訴你 開始站穩 三出擊 開始 碰底 試一試盤 通常都是這樣的 一輪大跌之後 試一試盤很快遇到 前方的海貨區 前方的軍線區 保利加中線 即時沉一沉 低位沒有低過前低 就會找回那支洋足的 高低線 1.352 作為一個 你知道他開始 隨時可能又再來 1.352 升穿那一下 作為一個入場位 好那今集關於一個叫做 綜合圖妖分析 結合 吸醜 3出擊 保利加通到底 股價由下至上穿上來 成交量洋足開始變 多 的情況 報足 是一棍後 會調一個買入方式的分享 就到這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